在廣時要做建築體 要做什麼皇帝鎮的 皇帝鎮要多升 什麼聯繫地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到 景民住家的安全 因為以前就是 佛德的時候在車 舊建築物的時候 我們家就是洋晃的 很厲害很厲害 那剛剛那個羅先生 他有講到說 以前什麼只有文獻 我請你要尊重 要專業以前專業的結果 不能說也要參考 也要尊重以前轉探的結果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 像我都知道 那個在座101的時候 也有測到 佛德街84巷 那邊也有斷層泥 19公尺 厚 還有它的寬是有到10公尺 還有那邊 那個什麼木山泥 什麼貴竹林城 都有係數的很詳細 你怎麼可以否定 以前專業 不可以這個樣子 那大道路跟胡德街的郊口 就有一大片斷層泥破碎袋 通過建築物就要採取避離 請問政府有警慎調查斷層泥分布的精切位置嗎 請明確回答 都沒有人做功課嗎 這麼重要 找到親切的位置 在地上要定上做記號 不然執意設計在新建築物斷層帶上 這就是行政書 就是不中式安全 防災重於救災 剛剛那個王教授 我認為台北斷層的左向 並會完成一條線 是有所彎曲的 以新意計畫去所見到的 那我就覺得是有疑問 就是我們到底到底斷層是在哪裡 也有酸斷層對不對 然後又有福德街又有斷層 然後中間又有斷層 到底你們切的位置到底是怎麼樣 那政府要做榜樣 找地震災害的損失 硬要蓋就成為加害者 尤其是廣直 周邊的建築物 密集人口稠密 損失慘重 我們要為 我們就有最好的理由去爭取 擁有廣直完整的大大防災公園地樹林開花 請政府重視地球軟化 天災的問題 那就像這一次 二零六藍台大地震活動斷層沒動 盲檔層卻引化了強震 政府每次都是以一句 活動斷層把台北斷層 遺囑就帶過就OK 是不失去的 風險下原石子的東西還是一樣的 風險還是風險 如果要地震改良 要施打機裝 要深入堅硬的研盤 但偏偏廣直的研程是非常破碎的 呃 好陳女士 我們接下來的意見 我們列入會書面意見 好嗎 好 謝謝 那香山 到底那個香山站信義路那邊 到底 他們都說有斷層泥 那就是斷層泥 那說有宅列泥 那就是斷層泥啊 為什麼不直接說斷層存在 那也叫台北斷層 還是他的一個分支 好 謝謝 到底你們精確的位置 台北斷層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弄得那麼久 還是亂七八糟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劉慧祝侯女士 謝謝